云片猴头 云片猴头是山东的一道名菜 做这道菜需用的原料是 猴头菇 香菇 冬笋 火腿 熟鸡肉 鸡骨酱 五花肉 清汤 料酒 精盐 味精 湿淀粉 鸡油 葱 姜片 云片猴头的制作方法是 将猪五花肉和鸡骨酱放到开水中焯一下 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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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加入味精 料酒 放入猴头菇 加入姜 葱片 高汤 然后入笼屉蒸两个小时 将火腿切成梳子片 冬笋也切成片 猴头菇切成片 然后放入猴头菇 盐 地板 猴头菇成片 猴头菇成片 放入猴头菇成片 牛肉 红糖菇成片 熟鸡胸肉切成片 然后将火腿片 冬笋片和猴头蘑菇 一层一层的码入碗中 摆在盆里的各种片 要摆得整齐有序美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码好以后撒上精盐 味精 淋上料酒 放上葱姜块 加入高汤 将码好的盘上笼屉蒸透 取出后避出汤汁 然后翻扣在平盆里 炒勺内打底油 倒入猴头菇的圆汤汁 再加入少许高汤 加入精盐 味精 少许的料酒 调好口味 然后用湿淀淀粉 勾芡 然后用湿淀粉勾芡 滴入明油就可以出锅了 将它浇在扣好的猴头菇上 这道菜就做好了 云片猴头的特点是 几种原料颜色分明 形状向匀层 口味咸鲜嫩清香 孙胶 两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